几个世纪以来,蜂蜜一直是备受喜爱的食物。 当你喝蜂蜜水时,不仅可以享用美味的甜饮料,还能享受到多种美妙的营养和健康益处。 蜂蜜含有许多必须的营养素,包括蛋白质、酶、氨基酸、矿物质、微量元素、维生素、方向化合物和多酚,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我们的健康。 那么,如果你每天都喝蜂蜜水,会有哪些惊喜出现在你身上呢? 你排出毒素,蜂蜜水不仅能为你补充水分,还能帮你排出体内的毒素。 因为蜂蜜的抗菌效果非常好,我们可以在蜂蜜水中加入柠檬,可以帮助身体更轻松地排出更多毒素。 二,减轻体重,蜂蜜与精致糖或其他碳水化合物来源相比,会让血糖水平更稳定。 所以一些运动营养学家建议,在持续烈运动之前,期间和之后,都应该饮用一杯蜂蜜水。 三百五十毫升蜂蜜水中含有的热量,大约只有同等体积加糖饮料的一半,所以喝蜂蜜水这种热量优秀还更添的饮料。 不仅减少了总热量的摄入,还更健康,但这里提醒糖尿病患者,在血糖波动时请不要饮用蜂蜜。 三决净皮肤,蜂蜜引起良好的抗菌性,成了粉刺的绝佳方法,喝蜂蜜水有助于从内部清洁身体,让皮肤更干净。 当然,你也可以在皮肤上直接涂抹蜂蜜,次数患喉咙痛,蜂蜜作为喉咙痛的药物,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。 当你感到不舒服的时候,试着在温热的蜂蜜水中加入一片柠檬,增加维生素C的含量,感冒的作用相当好。 五预防心脏病,蜂蜜富含抗氧化剂,可以通过降低有害胆固醇来保护心脏,六消化系统更健康。 蜂蜜中的抗氧化剂有助于预防,和治愈一些胃肠疾病,如溃疡,胃炎和肠胃炎等。 研究人员认为,蜂蜜会刺激胃里的感觉神经,从而有助于减少渴养,和蜂蜜水也能帮助减少腹胀,并且有助于改善便秘。 其免疫功能得到提升,蜂蜜可以作为抗氧物质涂在轻度伤口和烧伤部位,帮助伤口愈合。 它治愈感染的术后伤口不仅速度快,而且还没有那么多不良反应,蜂蜜还会刺激抗体的生成,帮我们抵抗疾病。 另外,喝蜂蜜水对预防牙银盐和牙菌斑的积聚也有积极作用。 蜂蜜有助于口腔健康,蜂蜜甚至已经被研究用于对抗癌症。 所有这些功效,都让蜂蜜能强有力,的提升我们的免疫功能。 在各种蜂蜜中,深色的蜂蜜对健康的益处更多。 但是大家要注意,一岁以下的婴儿不能吃生蜂蜜,因为未经消毒加工的蜂蜜,可能含有成员免疫系统,可以处理的细菌。 但婴儿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全,婴儿不能承受这类细菌带来的伤害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